喜欢有歌曲评论时事的创作歌手大芝 最近有新的作品 他要用这首歌来嘲讽政府 开放美国牛肉进口 但是却无缘无故把这个余祥泉给写进来 歌词中是这样写的 他说其实呢 余祥泉以前是个好孩子 因为吃了美国牛肉才变成这样子 虽然用意是批评马政府 但却让余祥泉的爸立委于天很不高兴 大家知道狂牛症有多严重吗 其实余祥泉以前也是个好孩子 歌词里竟然有余祥泉 不过听起来好像怪怪的 其实余祥泉以前也是个好孩子 他是吃了美国牛肉才变成这样子 其实余祥泉以前也是个好孩子 他是吃了美国牛肉才变成这样子 好像是 有听说只要吃个几口 然后在眼前绑条红布就可以关落音哦 这次冲错歌手大芝的新歌 用来讽刺政府开放美国牛肉进口 而余祥泉一连串的脱续出包行为 大芝用唱的说 都是因为吃了美国牛肉啦 只是那个时候他当酒驾 然后我刚好是想说用比较幽默的 笔法去讲这个比较严肃的 这个美国牛肉要进口这件事情 就觉得台湾人好像很自私事外 你看韩国是那种南韩总理道歉 然后两次道歉 然后人民上街头内阁总理 可是台湾好像就是这样子 大家都好像每次这样子拜过 大芝已经第二次在歌词里 嘲讽于祥泉 宝贝儿子被人这么修理 立位老爸当然看不下去 我儿子到底是变得怎么样了 也不可能吃了 这种狂牛症也不是这样子啊 就是是不是大芝 你是不是对我儿子有什么成见 那你来跟我讲一下好不好 大芝的歌曲将来喜欢嘲讽时事 美国牛和易祥泉的连结 虽然大芝自认有趣 但也必须顾虑到天下父亲 祝你俩了解六一桥 太平过道 谢谢大家